SBO富邦勇士球星张荣轩 除了球员身份 现在也是一位研究生 他从写论文的过程 重新找回他当初对篮球的热情 身穿背后26号球衣 富邦勇士正宗球星张荣轩 在场上表现不俗 不过这段时间脱下战袍 张荣轩就要转换成学生身份 努力写论文 一个礼拜七天 然后有三四天在比赛 然后也有三四天在联球 那学校的部分也是一直都要 尽力去配合 那我觉得最重要不是说 取得一个平衡 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去调试 如何做学生跟球员这两个身份 抽出练球空档熬夜写论文 张荣轩的论文主题 在于回顾自己的篮球生涯 虽然研究生活十分辛苦 却也有更多收获 在当时高中大学那种很单纯的心 很单纯爱篮球的那种动力 在我重新回顾一下之后 我觉得对我来说 其实真的有重新在篮起 那种当初最开始打球的热情 找回对篮球最原始的热情动力 张荣轩在场上毫不保留 对自己也有更高期许 希望能够接下球队正中老将的领导棒子 我小的时候他们在带领我们 那现在我如果成为这个角色 我要学习的是领导能力 球场的表现 然后还有如何帮助这个球队 在逆境中去帮助这个球队 然后最后能够赢球 我觉得这都是我在学习 那我的目标是成为富邦勇士队 就是这个年代的代表性能物 在SBL球场上奋战已经迈入第九年 张荣轩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 积极的态度加上努力的练习 未来接班态势不容置疑 有点TV吴嘉佑张一琪花联报导